二之一进入了尾声了 我们二之一讲的是遗传的模式 那我们来准备一些 跟信联遗传有关的考题 让大家练习一下 信联遗传会怎么样考你遗传学上的计算呢 好 看第一题 第一题说有个射盲的女生 跟一个正常的男生 她剩下正常女生的几率是多少呢 好 那我们来画一下图哦 射盲女生是不是两个X都射盲 所以两个X 我都用小A代表好了 我不要用小C 因为小C跟大C有时候很难看得出来 好 这个X带小A 这个X也带小A 她是个射盲女生 好 她结婚的对象是个正常男生 正常男生带大A 好 那我们来写一下 那这样结婚结果 她的子带来除以除非哦 这样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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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子带不外乎 两个女生 两个男生全部标出来 好 其中呢 大A 小A 大A 小A 男生呢 小A 小A 好 各位出来了 她的资料有四种可能 这四种排列 那我们看一下 她的题目问 正常女生 好 把正常女生圈起来 这个正常 这个正常 好 四个当中 有两个符合正常女生条件 所以这一答案是 四分之二 二分之一 第一题搞定 她问的是正常女生哦 所以正常女生就这两个 另外两个是异常男生 好 所以这对夫妻生着小孩 儿子一定射盲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妈妈射盲 她是隐性的疾病 是女性主导 妈妈射盲 儿子必射盲 而且这个妈妈的爸爸 也一定射盲 也就是外公是射盲 妈妈射盲 她儿子一定射盲 好 那这一题搞定了 但这题我想补充一下 如果题目问的不是正常女生 题目如果改成 女生中是正常的几率 那我换几个字 答案就完全不同了 女生中是正常的几率 百分之百 因为她已经说女生中了 不用考虑男生 女生中这两个全是正常 所以如果她的题目改成 女生中为正常个体的几率 为百分之百 好啦 第一题搞定 所以这就是我们计算几率时 很有趣的现象 改个描述答案就不一样了 好 我们来看第二题 正常女生和正常男生 剩下正常男生的几率 哇 天哪 问题在于 我不知道这个正常男生的 那个基因型 怎么办呢 全部拿出来 这个正常的女生呢 有可能有1 2 2 几率是 大 A 大 A 有1 2 2 的几率是 大 A 小 A 对不对 好 各位 我觉得这样太麻烦 我们改个说法 改个话法 大 A 大 A 或大 A 小 A 或小 A 小 A 改成女生 男生呢 大 A Y 或小 A Y 就好了 好不好 就是我没有写A的用Y代表 因为Y的在上面有A 那有写的就是A X的设题 这样是不是很单纯 好 那我把这个题目改成 这个女生呢 有1 2 2 几率是大 A 大 A 有1 2 2 2 几率是大 A 小 A 好 它的对象是男生 男生是正常的 正常的是什么呢 都是大 A Y 好啦 我们分一半 它呢 上面这种结婚结果 它的指代会是 有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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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几率是大 A 大 A 有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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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几率是大 A 大 A 所以刚好一半男一半女 啊 大 A Y 写不下去 有1 2 2 2 3 几率是大 A 大 A 好 看下面的婚配结果 大 A 小 A 成大 A Y 有1 2 2 3 3 几率是大 A 大 A 有1 2 3 3 几率是大 A 大 A 也是大 A 大 A 是大 A 小 A 看错了 接下来呢 有1 2 3 3 几率是大 A Y 有1 2 3 3 几率是大 A 大 A 好啦 写到这里 好 我们看题目问什么 题目问的是 正常男生 把正常男生圈起来吧 正正常男生 正正常男生 好 这里怎么算 其实记得哦 有1 2 3 的情况是这样的婚配 这个情况之下 又有1 2 3 3 几率是大 A 成大男生 所以是1 2 3 3 几率是大 A 成大男生 又A 又B 成大利利 下面呢是1 2 3 3 然后其中的1 4 3 要先这样再这样 又A 又B 所以后面是1 2 3 3 乘4 4 好 这两个呢 相加 上面是甲 下面是乙 甲或乙都符合我的条件啊 或甲或乙 所以这里答案是这样 答案是8分之上 以上是第二题 稍微复杂一些些 好 接下来第二题搞定了 我们就来看第三题 第三题会再复杂一些些 他说有个正常的女生 跟一个正常的男生 已经生过小孩了 他的小孩有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儿子射盲 一个儿子虚有病 而射盲跟虚有病 都是新年遇传 好 你们看到这边的这个题目 你们看了什么暗示 他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儿子射盲 一个儿子虚有病 什么意思啊 有一个儿子有射盲 却没有虚有病 另外一个儿子是虚有病 却没有射盲 这是关键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呢 假设射盲我用小A代表 虚有病我用小B代表 这个男生画在下面 他是X跟Y 这个X是小A 却连大B 这个男生呢 有虚有病的男生 他是A是正常 但却连小B 然后这边是Y 好 你看到这两个儿子 你是不是可以知道 他妈妈的状态 这个X男生也是妈妈给他 这个X男生也是妈妈给他 所以我知道他的妈妈 母亲是一个大A连一个小B 另外一个小A连一个大B 这是妈妈 好 妈妈呢 跟爸爸结婚 爸爸正常 所以爸爸正常 爸爸就是XY 爸爸是大A跟大B 好 各位 试试问这个 好 那我现在呢 把他的子代 全部的结果列出来 心股一下 列出来 XXXXXXXY 好 来看 爸爸的大A大B先写下 爸爸的大A大B写下 好 妈妈呢 可能这边是大A却连小B 这边是小A却连大B 女儿们 好 再看儿子们 爸爸提供Y 妈妈提供的是那个X 这边是大A配小B 这边是小A配大B 好 看题目 题目说 我要生出正常女生的机会 这个女生是不是正常 大A大B 这个女生是不是正常 所以四个当中 两个都是女生都正常 所以这里大概是四分之二 二分之一 这两个 因为另外两个是异常男生 好 他的儿子很可怜 像这个是 是什么呢 是血友病却没有射盲却有血友病 这是血友病却射盲 所以这个家庭的儿子 两种性恋遗传一定要得一个病 因为这边是大 妈妈是大A连小B 另外是小A连大B 那男生得到小B就小B发病 男生得到小A就小A发病 所以题目刚才提到说 他两个儿子一个射盲一个血友病 代表有射盲的没有血友病 有血友病的没有射盲 你就追入这个答案 所以这里答案就是 这两个女儿都正常了 所以就是四分之二 二分之一 好 那如果题目改成 他已经生一个儿子 又射盲又血友病呢 对吧 这个妈妈 是小A跟小B在一起 所以这个儿子就获得这个蓝色 另外一个蓝色里是正常的 所以他所生的儿子 儿子就是XYXY 他所生的儿子有一半是 两种隐医疾病都有 有另外一半是两个都正常 所以像这个家庭的儿子 有一半是正常 有一半是又射盲又血友病 那原来这个题目的家庭是 儿子要么就射盲 要么就血友病 跳一个 都好难过 都好不幸 好 所以这一题 他这些文字暗示你 妈妈的基因组合 然后你才可以推 那他跟正常的爸爸结婚 生小孩的时候 他的其他子代的个几率是什么 就可以算出来了 好 这一题是指考考的题目 我把它拿来当做各位的练习题 好 以上我们就用这三个 性联遗传的计算体来练习一下 性联遗传怎么样来看 指代的各表征的遗传的几率 好 我们就说到这里咯 给你一个冰淇淋的一堂 享受了一段时间 这个证 Bye 还有一个冰淇淋的 谢谢大家